要说现在手机市场最流行的是啥,那必须是头顶的那一抹刘海啊,本来以为国产机都要追随刘海的脚步一去不复犯了。 但这次却让iMac惊喜了一把,国产机终于找到了自我,发布无流海真全面屏,那未来是不是真全面屏才是潮流了呢? iPad仙儿恰指一算,全面屏已经过气了,未来流行的将是全柔性显示屏,还记得那些年里出现过的个折叠iPhone吗? 看这个外观多半14s的年代,iMac等了这么久还是个概念图? 难受?好想要一个柔性屏iPhone吗?反正暧昧一直想要一台可折叠的手机,以前总只望着苹果,三星这些国外厂商能搞出来一个,但6月6号发生一个大事儿,让暧昧觉得用上国产可折叠手机只日可待。 就在前不久的6月6日那一天,总投资约110亿元的柔语科技全球手条类,六大全柔性显示屏大规模量产现成功点量投产,还不知道柔语。 那你可真是out了,他们早在2014年,就发布了国际业界最保,厚度只有0.01毫米的柔性显示屏,是全球第一个哦。 可能有些小伙伴还不清楚全柔性显示屏有多厉害,暧昧再来解释一下,全柔性屏吗? 顾名思义就是柔,屏幕可以向任何角度和弧度进行自由转区,想想能将手机直接掰弯掰在手上,是不是当欧包了? 这可不是暧昧引出来的,是真实存在的,这么厉害的黑科技显,再竟然量产了,而且还是中国屏。 毕竟柔语是国内唯一一家没有采用国外居民显示技术的企业,全柔性显示屏从研发到制造,都是柔语团队自主设计的,在材料、工艺、器件、电路设计等方面,都拥有核心技术知识产权。 和基多达2000余像,暧昧给大家划个重点,原创技术,已经两产,话不多说,先给大家展示一下,这款轻薄如指的全柔性屏。 柔性屏看阿凡达电影的Nime的比喻,好像有点不太恰当,因为这个全柔性屏厚度只有0.01毫米,卷缺半径仅一毫米。 对,你没看错,是0.01毫米,仅仅是一张A四致厚度的七分之一,不及头发丝直径的五分之一,减去十万次厚,仍然可以呈现高质量的显示效果。 艾梅刚开始以为是数据错了,揉了揉眼睛仔细看了看,还真的是这么薄,这回大家相信艾梅的预测了吧,未来可是柔性屏的天下啊。 不相信,二十年前,人们还在用大哥大,十年用的都是物理键盘手机呢。 那有小伙伴可能会问了,现在市面上一些OLED一型屏手机都这么贵,要发布了全柔性显示屏手机,一个是还够吗? 别忘了这个技术,是我们原创,自家的,当然不会那么贵了,而且柔与研发的让产线良率更高,投资成本更低,在保证性能的同时兼顾价格,完美。 既然都引领过来了,全柔性显示屏,可不仅仅是应用到手机,比如,可,卷曲电视再也不受尺寸限制,因为我们可以卷曲啊,投影幕部,便需服电视家家,拥有食物。 零寸电视不是梦柔性平智能音箱,像暧昧这种爱评格的人,而音箱肯定少不了足,或音箱外部可以直接触摸使用,还能通过各种各样的灯光,达到炫酷效果那就完美了。 可折叠电子书摸你实体书的感觉出门的时候,拳起来装在兜里需要阅读的时,后打开时用右便携和穿戴衣服想画啥图案,换啥屏幕,可拆卸便于清洗没准。 而艾妹还能出租一下衣服上的屏幕广告位,钻点外快美滋滋,艾妹觉着,这款全柔性平说不定引领了柔性电子产业的新潮流,可能在不久的将来,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,都能用上全柔性平的产品了。 一想到这儿,艾妹还真有点小激动呢,果真是科技改变生活啊。